這個地方是改了幾個地方,這個圓端上其實也有啦,主要是改三個,應該算一個,這個地方本來是40嘛 改成這樣,向下追蹤 從A3向下,向下追蹤得到的列 然後底下這邊其實跟這個一樣,所以甚至你可以把它複製過來 等於R,把這個40的值先放在R裡面 然後R再放到這裡來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這裡,這個地方本來是40,把40改成這個R放到這裡來 那好處就是說,只要是它最底下的列有變動的話,那它也會跟著這個變動 OK,怎麼樣 好,那再來的話,這個地方完成之後的話,我想今天先到,就是大概先完成到這裡 那最後的話記得,你們這個作業的部分的話,就是今天完成的部分,那最後呢 再加上兩個按鈕,這兩個按鈕 那加按鈕的方式應該都還記得吧 就是插入什麼 這個按鈕,然後在這邊駐裝的部分,加一個 烤瓶,就把烤瓶帶過來,然後把 先選烤瓶,然後Ctrl C 把這個按鈕的 名稱改一下 那叫烤瓶,然後底下如果還要再做一個按鈕啦 最簡單的方法,我的習慣是 把這個複製一下 再貼到底下 貼到這裡 然後移它一下 那為什麼用複製貼啦,因為 如果你要重新再做一個大小,如果要跟它一模一樣,比較麻煩 所以直接乾脆貼,貼了之後再改 怎麼改,按右鍵就可以了 複製貼上之後,重新指定它的聚集 這個叫清除 然後並且把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把這個名稱也改一下 這叫清除 那當然最後我是希望看到的效果,清除按下去 它就沒有了 然後再把它按下去 這個截圖就OK了 那當然了,如果這後面還有 三個工作表,如果要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當然 你可以直接把這兩個按鈕 把它Ctrl C 就是按Ctrl鍵 先按右鍵 右鍵才能選 然後呢 點旁邊一下 再按Ctrl鍵 也就把這兩個一起選起來 Ctrl C 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 變成你要重做 零組的地方把它貼上 放這裡 放在這個位置 一樣的位置 半四元 我是建議你可以優標放這邊再貼 不然它會跑到別的地方去 這個 半四元 然後移一下 那有什麼好處?按下清除 你會發現 半四元的東西 也會清掉 考評 有沒有發現 它的 執行結果 也會只跑到 第22列 那半四元 半四元的話 這個一樣 清除 看一下 半四元好像比較多 65 那如果你 假設因為剛剛有向下追蹤 所以你會發現 他很聰明 他就跑到哪裡 第65列 就停下來了 另外排名的部分 你會發現 因為我們剛剛有改那個 Rank.EQ裡面的這個 公式裡面這個R 那你會發現 這個數字 也會 跟著變動 所以出來了結果 也沒問題 OK 所以這樣也是一樣 這個的話到 Ctrl向下 這個好像比較多 101 所以你會把他清除 清除到101 OK 然後 輸出結果的話呢 也會 Ctrl向下 看一下 他也很聰明 到101 就停下來了 然後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Rank.EQ 你會發現 這個數字呢 也會跟著變動 那這樣好處就是說 以後呢 你的工作就是 按個按鈕 事情就解決了 當然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重來 那如果 一般工作上面 其實不只是 只有四個工作表 可能有40個 甚至是400個 哇 那你豈不是 做到下班都做不完 但是如果你假設 懂得用程式的話 那基本上呢 你只要做完 就按個按鈕 他就可以重來一次 而且基本上 再配合所謂的 向下追蹤 那 這樣子 事情就簡單了 所以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 特別注意 就是把 VBA加上去 那加上去 記得再把 追蹤的功能也加上去 這個畫面呢 我有把它截圖 放在雲端上面 那另外的話呢 再並且在每一個 這個工作表 上面呢 再加上 對應的按鈕 可以讓他具備有清除 跟烤瓶的這個效果 然後你們可以自己 執行看看 如果 執行的結果也符合我們要的 那就OK 記得最後把它存檔 不過存檔的話記得喔 記得一定要把它存成什麼 啟用巨息的活躍布 它可能會 跳出是否要存成沒有巨息的活躍布 你要一定要否 然後呢把這個地方改成 啟用巨息的活躍布 OK 然後把它存檔 否則如果存錯檔 跟上個學期一樣 那程式部分就消失了 OK 所以 今天的作業 大家原則上就把這個部分完成就可以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